各省市执行免费长者健康检查也要超级比一比 一般项目是血液常规和尿液常规检查 新北市卫生局今年加码 特别新增最常被忽视的基耐力评估 104年新北市率先在平溪、双溪、瑞邦、供疗等四区 进行老年衰落症盛行概况调查发现 只有1成9正常 因此今年检测特别增加了基耐力评估 就是说我们传统上的老人健康检查 我们都大部分做的都是一些理学的健康检查 那这一次我们增加了这个基耐力 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 follow去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结果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 对长者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健康议题 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介入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基耐力的检测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议题是带入两个 第一个是营养的部分的一个介入 那第二个就是运动的介入 那因为我们希望传统上 有借由医师的一个运动处方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告诉长者他需要规律 然后加强的是 比如说是他的下肢 或者是平衡力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处方 来加强他的基耐力 然后达成他不要说提早衰弱 然后甚至跌倒跟骨折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检测内容主要包括行走的速度 检测握力等 长者可以透过这些基本的检测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及早做出适当的因应措施 你平常会去特别注意自己 比如说手跟脚的力气 会会会注意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比较疲倦 或者是比较那个也不会有差 透过这个检测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 只要涉及在新北市年满65岁 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 持健保卡和身份证 就可以就近到卫生所 特约的医疗院所预约检查的日期 而满为止 记者方坚凯林锦于新北市采访报导